欢迎收听鱼洋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之天下》,请听第469集。 拿酒来! 放下心来的于婷大声喊着,我今儿要和五大哥好生的喝上一通。 如果要出外躲一阵,可不一定能喝到这么好的酒了。 五福举起酒板,与于婷用力碰了一下。 今天当遗罪方休。 但出乎两人的意料,问题并不是出在官府。 新州官府根本没有把他们当做一回事,并没有派什么衙役来,出手的是跟他们打成一片的卢亭部的诞人水手。 也就半个月的时间,韩刚当初对他们说的话在部族中原原本本的传扬开来, 不少淡民水手拍着胸脯说转运相公是个一言九鼎的人,再体虚吓人不过,哪里会骗人去郊州抵数呢? 尽管绝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相信他们的首领,但已经有人觉得碰一碰运气也不是坏事。 再差的生活也不会比如今在裤腰上拴着脑袋日日潜入深海更加恶劣。 万一运气好,当真如同传言一般,那就是能有一块土地,安安生生的好好过下半辈子了。 这一下子,于婷和五福坐不住了,谁能想得到韩刚会用上这等釜底抽薪的手段,一旦被证明自己说了谎,人心立马就能散掉,到时候谁还会听他们两个人的呢? 不能让他们走! 五福狠狠地叫着,通过船舱上的悬窗,看到有几艘小船上来,站着几个汉子,正照着周围的亲友辞行。 万一去了郊州,一两年之后得了好处回来,那就更拦不住了。 照我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 于婷铁青着脸,用手比作刀,往下挥了一下。 五福心领神会,阴森森地应声道,就怎么办? 他透过悬窗对外狠立地宁笑着,今天晚上,我就带人把他们沉到海底去喂虎鱼。 不,于婷摇头,现在杀了他们,肯定会被怀疑, 等到他们去青州报了名,肯定还是要回来乘船走,那个时候才动手,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死了还是失踪,最后要怀疑,也只会怀疑到官府头上。 赵虚拿着广西转运司发来的奏章,里面的内容让他看了不由自主地点着头,挺满意韩刚的成果。 韩刚也算是勇于有为,为了充实郊州的人口,将手伸到了海上的弹民身上。 从奏章上看,这其中还是受到了不小的阻力,两名青州弹民的首领因为谋害族人被居入牢中。 那些弹民已经先一步报名成了屯丁,在衙门中入了几步,谋害他们就是铁打的死罪。 这一桩案子应该已经送入了京城,在大理寺和审刑院中走流程,一旦判罪确认无误,就是该勾绝了。 两个首领为了一己之力,竭力阻止族人去交纸屯田,甚至不惜杀人。 这件事曝光出来,倒是帮了官府大忙,一下子就多了七八百户出来,秦州的弹民几乎都走光了。 赵旭也知道,若事情只是如此,肯定会有人说韩刚是声势,万一临近周县的弹民首领吐死湖碑,起兵作乱, 到时候罪名全都是韩刚的。 不过,秦州现在将两名弹民首领在交纸破城的时候,趁火打劫的罪行也都同时给翻了出来,也不会有人蠢到站在他们一边说话。 但话说回来,如果连连州的弹民也一并去了交州,恐怕和谱南珠日后就少见了。 赵旭笑了想,将奏章写了两句勉励饱奖的批语放了起来,他对此并不是很在意。 采州之苦在韩刚的奏报上也说了许多,赵旭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喜好而不顾子民痛苦的皇帝, 比起珍珠,稳定的南疆边州才是他所期盼见到的宝物。 光是在奏章上,当然看不出韩刚的布置,也只能看到他想让天子看到的。 在安南行营还未组建的时候,广东都监杨从仙奉旨在广州组建水军, 本人也担任战昭都监,但安南行营本部在交纸宿盛, 尚未成军的水师根本都没有来得及派上用场。 到最后,官军都已经攻破了升龙府,开始兴建海门港, 连周围的岛屿都已经借着从交纸人手上夺来的船只派兵去倾角了一遍, 他们才慢悠悠的去了富良江口绕了一圈。 韩刚不是经略士,即便是经略士, 在没有疏命院的命令下也无权调动水师作战, 他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水师船队进港的时间而已。 本来水师组建在广东, 欣州是在广西, 没有疏命院的命令, 水师不得越界。 不过当初为了方便起见, 杨从仙水师的驻博地是欣州而不是广州, 到了安南行营解散, 也没有说将这只水师调回广州去, 而杨从仙本人也是调任了广西都监。 当然, 若不是韩刚在安南行营解散前, 在寝宫名单上将水师加了进去, 并密奏天子, 说这一杆水金虽无甚功劳, 但好歹也有点苦劳, 而且日后守护交州还用得到他们, 不能失了军心, 让朝廷因此颁下了恩赏。 但民水手也不会帮着他拍胸脯作宝, 尽管其中的内情, 但人水手什么都不知道, 但也并不妨碍他们为韩刚说话。 而知系内情的杨从仙, 不论从恩德上, 还是从地位上, 又或是为自家利益打算, 都不会违抗韩刚的命令, 而且能顺手帮韩刚一个忙, 这份人情日后可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虞庭五福的反应皆在意料之中, 最后的结果也让他满意, 只是还是死了人, 让韩刚觉得有些遗憾。 交州的人丁多了, 自然就更加稳固, 分到了土地的淡民是汉人的身份, 他们在上岸后只有依附于官府, 是日后用来制衡蛮部的重要意怀。 当交州的汉人超过万户, 这一个边州也就稳定地掌握在了大宋的手中, 等到蛮部的种植园经济发展起来, 交州也就彻底地回到了中国的版图上。 在广西南部诸州绕了一个圈, 当韩刚重临交州的时候, 张家商号的海船也已经从交州到泉州跑了个来回了。 这一趟下来, 张家足足赚取了四倍的利润, 总数达到了十万贯之多, 还只是香药仅有一船的缘故。 韩刚能知道这一条航路上的香料到底有多少转头, 还是靠了有人给它透底? 这样的利润, 就算以韩刚的眼界也不免要吃上一斤。 国内转运贸易, 论起赚钱多寡的问题, 恐怕就是以这样的一条商路为罪。 既然是这样收入丰厚的买卖, 韩刚也不指望张家的人能跟张纯一样, 在钱财面前有着足够清醒的头脑。 韩刚已经知趣地放弃了劝说, 反正就算张纯也做不到垄断交州的香药贸易, 交州毕竟不是张家开的铺子, 想怎么买卖就怎么买卖。 等过上一阵, 随着商人来往的越来越频繁, 盯上香药贸易的人会越来越多, 而利润率也会逐步地下降。 张家商铺如今的暴力, 很快就会成为过眼烟云, 若是不能及时抽身而退, 而是为了赚取更多, 去租用了更多的商船, 那么最后血本无归也不是不可能的。 韩刚心里虽是对此有所推断, 但见到张寻的时候, 却是一点也没有提到关于香药的事, 该说的已经说了, 再重复也无意义, 有时候就算是好心, 别人也不一定领情。 张寻的年纪是比起韩刚要大上一些, 但张家的这位十一郎, 其实也不过刚刚到了儿立之年罢了。 相貌轮廓与张纯很有几分相似, 但缺乏张纯那股子过人的魄力, 也没有充斥在举手投足之中的与生俱来的自信。 他在娇州等待韩刚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毕竟这里形同流放之地, 与福建是没办法比的, 更不用说东京城。 不过当真见到韩刚的时候, 张寻却是宫谨有加地向韩刚行礼, 一如他与姓名同出一员的婊子, 宫谨一般。 韩刚也不能将张寻的礼数照单收下, 侧身避让过, 然后还了一礼, 劳宫谨酒后。 张寻出身世家, 又是多在江湖上行走, 接人带物只要有必要, 都能做得让人如沐春风。 正好韩刚刚弄回来一批淡民, 怕便趁着机会赞美着韩刚的工业。 但人久不服王话, 如今却主动来头, 都是玉坤的功劳啊。 哪里? 韩刚摇着头, 若无令兄, 在前让诸步未步, 哪有如今的蛮不来头啊。 张寻笑着说道, 如果能交汇淡民种地, 那么把耕种之法传于诸蛮, 也就不在话下了。 想必玉坤也是胸有成竹, 胸有成竹如何敢当, 只是走一步算一步, 剩下的就要靠恭谨吉言了。 韩刚笑着说, 显然张寻的话只是随口说说罢了, 但要是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那就太好了。 虽然同事教授不是架强的部族耕作, 但两个的难度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自己辛苦, 一个则是手下的奴工辛苦, 当然是后者容易, 而前者则是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的。 韩刚要表示亲近, 让张寻陪同他去视察安排给淡民的聚居地。 其实张寻说的也没错, 如果连淡民他们都能开始种地, 那么蛮部肯定也不会比他们还差。 富良江快入海的时候, 便从一条河道分岔出来五六条河道来, 分作数条支流入海, 总计八百余户淡民, 分别居住在三个新建的村庄, 分配给他们的土地正好是在江水分流之后, 两条分支交加而成的土地上。 这一片地土地肥沃, 又靠着江水, 如果淡民们种田水平一时提高不上去, 还能在江上捕鱼, 补贴日常家用。 不过现在看起来情况还不错, 淡民们的房子是由周中专门派了几名 善于营造的工匠指点而成,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房子, 用着最省的材料搭建出足够结实的房屋来。 想不到都是竹子。 张寻放眼望过去, 一家一户都占了一座竹楼, 同样的只是房子的外形和结构都是一模一样, 远远地望过去也分不清谁是谁。 木头容易腐朽, 竹子就好一些, 而且竹子生长得快比起木头便宜多了, 只是的确是简陋了些呀。 淡民一辈子都生活在水上, 有许多东西在我们看来简陋得很, 但比起海上的小船, 已经是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上了。 张寻不介意拍拍韩刚的马屁。 也不是那么简单, 既然淡民在此处居住, 就要即刻开始修建房地, 要不然光是洪水海潮, 就会将这几座村子从这片土地上给抹掉。 视察过淡民的村落, 韩刚和张寻回到海门, 但他们却发现这里的水上巡检正在强行登船, 闹得港中一片混乱。 这是怎么回事? 张寻经问道, 只是在检查铜镜而已, 针对与西洋交易的船只, 与遗人交易没有问题, 但铜钱可不能让他们带出去。 此时铜镜森严, 若是触犯又被捉到了的话, 直接就是死罪, 根本不管是什么理由。 所以船上的商人们一个个脸色如土, 虽然他们的生意并不是针对外人, 但随身塞着多少用来采买的铜钱, 如果官府要较真, 人人都逃不过去。 韩刚并不是要拿这些商人怎么样, 虽然按照太宗时制定的鞭策, 他们一个个都可以上刑台。 韩刚突然派了人来, 是为了要重申同进。 他既然身在广西之中, 田围一路转运,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批的铜钱 从娇州的海门港流向南洋周边各国。 搜索还真够仔细的。 张寻望着船上的人影晃动, 由衷地感慨着。 当然要仔细, 如今国中正闹着钱荒, 没钱拿出去给外人用了。 如果是载着丝绸瓷器去南洋倒是好了, 只有担心风向, 其他什么都不要担心, 来回倒腾, 个子也能攥上不少。 张寻这么说话倒是有三成是在试探。 韩刚摇摇头算是婉拒了, 贸易转运的确能够快速发家致富, 但韩刚有了更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这个时代的海外贸易对国家的用处并不算大。 韩刚虽然对历史不甚了了, 但好歹也了解一点大韩海时代的起因, 一开始是为了打通土耳其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 开辟沟通大陆东西两端的交通线。 西方人的目标, 一个是中国特产的瓷器、丝绸和茶叶, 但南洋地区的胡椒、豆蔻、丁香之类的香料, 也同样是他们滋滋以求的目标。 而且这些香料是冬天腌肉时必不可少的调味料, 算是必需品, 比起丝绸、瓷器之类在西方观点里的奢侈品, 要更为重要。 可是大宋的海外贸易, 交换来的没有必需品, 也没有硬通货, 不是几百年后西方大航海开启的时代, 可以通过丝绸、瓷器、茶叶这样的特产, 也就是工农业的制成品换来大量的白银黄金, 对国民经济的好处不言而喻, 基本上都是奢侈品。 对于商人来说, 只要能赚钱就行了, 海帽虽然风险高, 可获利也是几倍几十倍的暴利, 对官府来说, 能从海船上收税也不错了。 但对大宋这个拥有上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来说, 则基本上是亏文买卖。 在海帽交易中, 大宋输出的不仅仅是丝绸、瓷器和茶叶, 还包括铜钱这样的货币, 而且往往是一传传地被运出去。 宋钱制作之精美, 使得在周边各国都变成了主要的货币。 交纸便是如此, 而日本高丽也同样是如此。 若是流出的是纸币倒好了, 但偏偏是硬通货净流出, 换回来的是香药、珠宝之类的奢侈品, 主要提供给上层使用, 于国无益。 而市面上的铜钱大量流失, 国民经济是不断失血的。 不论是韩刚还是当今大宋的君臣, 对于铜钱流失的危害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且这个流失并不是仅仅局限在外国, 大宋境内喜欢囤钱的更是数不胜数, 像田鼠一样将手上的钱都埋到地底, 这一点最是让人头疼。 钱币要进入流通环节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朝廷的封装库倒还好说, 里面的钱捐是为了备战备荒用的, 但民间珍藏钱币, 却是埋进地底下去, 也不知何时可见天日。 岁币岁次的支出并非是小数目, 给辽国二十万两白银, 给西夏则是七万两。 西宁七年之后, 给西夏的岁次就再也没有给过了, 只是给予了辽国的二十万两, 就已经相当于全国一年白银产量的大半了。 不过送给辽国的这些白银, 基本上是在一个月半个月的时间里, 都通过各色贸易重新回到了大宋这一边。 但铜钱却不是这样, 到了异国他乡就立刻流通起来, 根本就没有回来的机会。 韩刚能想得到的办法就是使用纸币, 利用币值并不稳定的纸币逼迫人们, 只能尽可能地将手上的纸币消费或者投资出去。 要做到这一点倒是不难, 但带来的结果只会是滥发纸币, 人们最后抛弃这一个国家的货币。 这个时代的朝廷在信用上, 没有多少值得一提的地方, 倒是在朝令夕改上, 很是有些口碑。 钱法一变再变, 陕西是否通行铁钱的来回摇摆, 都是一桩桩例子, 为此倾家荡产的商人为数不少。 想要推行纸币, 也要看看这里是不是蜀中。 蜀中因为缺铜, 而外地的铜钱又不易运进去,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铁钱去, 而铁钱又重, 不易携带, 所以才有了胶子的出现, 这是商人们自发形成的。 而后来被官府给看上, 换作是其他地方, 多半是宁可使用沉重的铜钱, 也不会去用让人无法相信的纸币。 不过话说回来, 以官府垄断的食言为本, 所发行的言钞、言引倒是可以暂贷纸币的用处。 韩刚就年在陕西, 从他手上发出去的政府开支, 有许多都是以言钞的形式出现。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扬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食天下》第469集,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载食天下》第470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